我们看一下KN2711抗乳化车停仪 讲一下这个仪器的结构 从这边开始讲 这是个声响臂 它是带着这个搅拌电机升降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下面有它这个升降电机 这是四缸 这平时要放点那个润滑制保护一下 这个是上线微开关 这个是下线微开关 它到线微的话就会自动停的 这个搅拌电机 然后这个是浴缸 浴缸这里面能装上水 等会把这个试管架按上 这是观察窗 这是搅拌电机 温度传染器 那我们先把这两个先插上 插到后面 这两个航空插头规格不一样 一个是四孔一个三孔 所以插不错 插完把这个卡扣锁紧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是控制箱 控制箱这上面是温控表 这个是计时器 这是钻束表 这是调节钻束的电位器 这是升降停的控制 这个计时器开关 这个是电源开关 我们通电之前 首先把它加满水 这个水要扎到什么程度啊 要达到这个观察窗的上渡 平时也要保持这个水位 少了的话容易烧会加入管 加上水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 升降臂啊 给升起来 把这个奔到上面就可以了 它就上升 上升我们把这个四碗架按上 这个就是自动停止的 这个就是四碗架 稍微清洗一点 插进来 然后这里有两个定位孔 这就可以了 液凉筒怎么往里装哈 从这边插下去 插下去 然后这里面有个孔 把它对着这个孔 装上去了 要是做实验的时候 先把它 换管子 就是把它抬起来 抬起来 换方向就行 这样把它这个转过来 转过来 跟我们这个 做实验方向一致 我们再看一下温空表 做实验的时候啊 按照方法要求啊 温度的设在82度 改变温度的话 就是点最左侧键 然后做位移就行了 这是附属 你比如说这个 各位改成 2 然后把它改成8就可以 就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时间几点器 是可以改时间 我们现在默认是5分钟 然后这是转速表 这顺势针调节 是加大转速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实验方法 你像这个标准2711标准有两个方法 先是第一个方法是82度 82度 那再加上蒸馏水和油 转速是4500转 转速是4500转 那我们做实验 是不是怎么做 这个4500啊 就先提前调好转速 把这个 我们就按方法做实验 首先 先把这个搅拌壁降下去 温度到了 实验温度到了之后 把搅拌壁降下去 这下面看一下 它下去之后啊 它会自动停止的 这停止高度啊 是这个 这个 这下线位开关可以控制的 只要不合适 可以调一下这个 发光的这个东西 这块有螺丝 然后 转速4500转 那 这 这定时五分钟 那我们就是 打开 打开这个 计时 然后把它调到 4500 那我们看 转速 已经达到 4500了 电机 电机在转 那么方法B呢 我们再看一下方法B 方法B要求2500转 2500转就把它 降速就行了 变成2500转 这都可以调了 2500转 那这个 即使 是到时间之后啊 电机不停转 它到时间 它到时间就 风鸣器就小 比如说我先 摄个5秒的 就到时间之后啊 它就停止了 停止 就提示我们这个 实验结束了 那我们就把电机关了 电机关了 把风鸣器关了 把这个 搅拌壁抬起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这个 这个液位高度 它到上部 也是自动停的 那我们这个 就讲完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